陽光灑落整片粉色櫻花海閃閃發亮 今年武林農場的櫻花提早盛開 曼妙的粉色浪花潮來襲 很多民眾搶先上山 竟然在浪漫的羅曼蒂克中 但在欣賞美景前 得要先熬過痛苦的塞車潮 武林農場花季 二月十二號周六才正式開始 屆時現場會實施管制 每天限量六千人入場 不過今年櫻花提早盛開 很多民眾搶在管制前先上山閃櫻 讓前往農場的道路嚴重大塞車 一度回堵長達八公里 馬路輪為大型停車場 還有遊客說根本就是武林菜市場 已有人哀嚎塞到好無力 從寺院崖口塞到售票口 竟然要走兩小時 已經進來武林農場裡面了 車子根本都塞住 滿滿滿 連出去的車子也沒辦法出去了 今年武林農場花季 是歷年來最佳的一次 廠長表示九號入場人數 已經達九千兩百人 十號遊客日記會破萬 建議想要提前賞鷹 感受春天氣息的遊客 在出發前先做好萬存準備 才能開心賞鷹 記者林醫生 呂捷 宜安報導